只要和談電簽約 當電力系統有需求的時候 就會主動切斷用戶家中的冷氣 或是處濕機 藍尾痛批 這和共產黨有什麼兩樣 27號下午新北市三峽 再度大跳電 三不五時就跳電 搞得民眾和商家苦哈哈 不會有缺電的問題 但面對缺電 政府一概矢口否認 現在卻推出住宅自動斷電方案 你最後選擇停 也是停了這台設備 第三方的這個平台 去發送 目前他覺得希望建議用戶 他是做什麼樣的動作 根據台電公布方案內容 若電力系統有需求 用戶正在使用的冷氣 或者除濕機 就會自動被切成送風 甚至關機 網友聽到直接傻眼 大媽那可以給你88元 政府保證 我不會斷電嗎 晚上應該會起來發脾氣 應該是要開發電 你們印象還有對很多 比如說公司行號 在營業的房間 狀況會比較好一點 不是叫我們省電 你就會電購啊 省錢 都不是這個問題啊 我們要省不省 隨時隨地 以更優惠的價格飛行魚 而勾的一起 立即下載 Trip.com超值旅遊優惠 機票及飯店可省最多50% 每個月省下大於兩度的電 就能拿到回饋金 但每個月恐省不到百元 假設一度電是10塊的話 我們還要再虧多少 就是一直用錢來補 一直欺騙我們百姓 連一般民眾的冷氣你都要管 我們跟共產黨 我們跟納粹 到底還有什麼兩樣 夏天就是用電高 外界質疑沒有缺電 幹嘛要推這種方案 企業大牢也發重化 低估產業需求 恐導致台灣衰退 那這樣我們只能依賴綠能的 4.6%太陽能跟2.2%的風力 你這樣怎麼支持AI 跟支持晶片製造 政府主打非核家園 結果綠電就是不夠 燒煤破壞環境 電費又大漲 全台大缺電 所有後果最後全都由人民 自己買單 記者黃文君 陳宣 台北報導